前几天还有人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问刘签证能不能在加拿大买车 不是买新车或者是二手车 他认为刘签证是不能在加拿大买车的 artoes 这是博士先生 日薄你冲 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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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又出发了 先去Costco加油站加油 油箱里油不多了 最近加拿大油价一直在涨 比春节前后涨了很多了 涨了我算一下吧 春节期间大概1块2毛多 现在差不多1块4毛多 差不多涨了得有1到2块人民币了一升 前两天有朋友给我留言问是不是我上周去那个Borosa那个Costco吃饭了 问我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还聊了印度的一些事 这说的我有点后背发凉啊 不知道在吃饭的时候还有一双眼睛注视着你啊 还替你还替你在聊天 像好也没讨论啥保密的事 昨天下午在Westman公园碰见两个朋友 他们说都看过我的视频 基本上每期都看啊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的频道啊 因为之前爱好摄影爱好这个拍一些视频什么呀 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拍了很多的照片啊 视频什么的主要还是自己看啊 那时候主要还是自己看 想想自己看也没啥意思 还是把它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都看到 另外呢 最好是很多朋友看了我的视频呢 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往前 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视频的意义就更大一些 可能跟我的想法还是有差距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在努力 所以也欢迎大家给我的视频多提一些建议 这样的话我才会不断的改进内容啊 我们下期待的视频 前几天还有人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问这个刘签证能不能在加拿大买车 买新车或者是二手车 他认为刘签证是不能在加拿大买车的 但实际上是可以的 因为我当初买车的时候 买车实际上是不看签证的 你只要去付了钱就可以了 和什么签证没有任何关系 但前提是你要买保险 只要你买了车 只要你付了钱 然后又买了保险 他一定会让你开走的 我当初买车的时候呢 还没有 还只是用了临时地址 买保险的时候只是用了临时地址 后来呢 我租到了房子以后 我就把这个临时地址改成了我租房的那个地址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因为我就是到了加拿大的第二天就去买了车了 我8月1号到8月2号下午就把车买回来了 然后买车的时候呢 他会给你一个临时牌照 这个临时牌照应该差不多是可以用10天吧 我记得 在10天之内你去SAAQ换正式的牌照 带着你买车的一些资料 还有保险什么的 去那排队 一般都要排队 办理牌照呢 然后你拿个号在那排上队 到时候呢 他会给你很多的那个很多的车号 让你选择一个啊 让你选择一个你自己喜欢的 选择完了以后付上钱 他就把拍照给你了 你就回去自己装一下 把螺丝拧一下 我会有什么主要的 不种事情 我会给你了 我会在哪里 你太多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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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